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这个是上方宝剑 没错 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方宝剑 这玩意可厉害啊 上战昏君 下战宁臣 只要他一出场 往往整部戏的高潮也就来了 上方宝剑 无证情零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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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炸美案里边 包整一请出上方宝剑 就连皇帝的亲妈 堂堂老太后都没了脾气 只能眼睁睁睁地看着包公 把驸马陈世美给炸了 话说我小的时候 一直以为这个玩意叫上方宝剑 皇上词的宝剑吗 或者说代表皇上的宝剑吗 肯定得是这个上字 后来才知道 自己当年实在是小没问话 错大法啦 感情上方宝剑的头一个字不是皇上的上 而是高上的上 那么这个上方两个字什么意思 来看看史记《孝无本系》里的一句话 鸾大焦东工人不常与文称将军同事 以而为焦东王上方令 这段话是说 有一个叫做鸾大的人 给焦东王当过上方令 而在很多出土的汉代同镜上 人们也经常能看到 上方坐镜这样的名闻 明白了吧 在汉代 上方是一个官方机构的名称 上方令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那这个机构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通俗一点说 它是一个皇家工厂 什么刀剑 家具 镜子 凡是帝王家里的东西 基本上都归它生产 而上方宝剑用现在的话来说 它就是剑的商标 表明这把剑不是普通的剑 它是上方生产的 宫廷特供 明白货 大家都知道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普及 是因为东汉的宦官蔡伦 发明了比较这个价格低廉的纸 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啊 这位蔡太监不光会造纸啊 他还是一个造剑的高手 蔡伦当过朝廷的上方令 后汉书蔡伦伦传里面就写了 监制密剑及诸器械 莫不精工尖密为后事法 他监制的剑好到什么程度呢 还是来看原文 水是断胡燕 陆是断牛马 所以灌梁剑也 一剑下去 牛跟马都能被斩成两截 你就说这剑厉不厉害吧 因为风力无比啊 汉朝上方造的剑 又被称之为上方斩马剑 说到这 上方宝剑的名称来历 咱们就已经说清楚了 那么 他真的像后人认为的那样 是皇权的象征 甚至能够上斩昏君 下斩宁臣吗 上方宝剑之所以被咱们熟知 并不是因为它质量好 削铁如泥 而是因为它是皇权的象征 所谓上方宝剑如镇亲临 实际上在明朝以前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辩查历史 上方宝剑最早能够 跟皇帝扯在一起的 那还是发生在西汉的一件事 这件事建于汉书朱云传 朱云是西汉成帝时的一个县令 当时丞相张宇 攀赃忘法 愚弱百姓 百官们那是敢怒不敢言 唯有朱云这个小小县令不怕死 他上书面见皇帝 列举了张宇的种种罪行 微臣希望皇郑赐给我上方宝剑 斩断一名金臣的头 说到激动之处 朱云甚至请皇帝借给他上方斩马剑 说要亲手砍下张宇的头颅 汉成帝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 一个小小县令竟然口出狂言 还想借我的剑来斩杀当朝丞相 你想翻天的你 来人呢 把朱云给我拖出去 没想到朱云死死抱住大殿上的栏杆 就是不肯走 最后把栏杆都拉断了 他还在输入口 虽然说没有杀成张宇 但是朱云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 却被传为千古佳话 还衍生出了朱云折剑这么一个成语 而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不难看出 上方宝剑在当时也就是西汉的时候 并没有象征皇权的功能 它就是上方生产宫廷专用的一种好剑而已 事实上在明朝之前所有的正史当中 你都找不到某位皇帝赐给臣子上方宝剑 或者说某人请出上方宝剑杀人的记载 包括电视剧里那位动不动就请上方宝剑的包整包情天 便查关于他的史料 你压根就还是找不到上方宝剑四个字 那么在民间传说里边 他怎么就成为了上杆昏君下杆映臣的除奸神器了呢 宫廷御用宝剑为何会被神化为除奸神器 真实的上方剑何时开始代表皇权 影视剧里的免死金牌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在上一节里咱们介绍了上方宝剑名字的由来 它最初就是专门为宫廷制造的一种高级兵器 并没有代表皇权的功能 那么在民间传说里边 它怎么就成为了上杆昏君下斩映臣的除奸神器呢 有研究者认为这得归功于后世那些个写小说写剧本的文人 咱们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大多讲究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什么正义战胜邪恶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 可是编故事的时候 这个恶人的能量实在太大了 谁也治不了 该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那得皇帝出来才行啊 天底下谁的能量也大不过他嘛 可是皇帝不可能世事亲自出马呀 文人们一想到朱云向汉成帝借上方剑这个事 哎呦 上方宝剑一出好人就成为了皇帝的化身 再大的老虎他也只能乖乖地扶朱了 大团圆的结局谁不爱看呢 看多了 大家就把文人的创作桥段当成了真事 于是就有了上方宝剑这样的无往而不利的大杀气 说到这儿 咱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 代表皇权的上方宝剑 那纯属古代文人脑洞大开的产物是一种艺术虚构呢 在明朝之前可以这么说 但是之后就不能了 因为就在明朝 明朝晚期吧 还真就出现了能够代表皇帝的上方宝剑 大清泰国以来从没听说过上方宝剑 这什么剑 上方宝剑这种高级活你们当然不认识了 奶奶快告诉他们是哪个皇帝赐给我们包家的 是明朝重振皇帝 听到没有 明朝 星爷的九品芝麻关 大家都应该看过 电影纯属无厘头嘛 好玩 但是咱们刚刚看的这一段呢 编剧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却道出了一个史实 什么史实呢 明朝准确的说是在明朝晚期 象征着皇权的上方宝剑 真的横空出世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明朝晚期连着好几位皇帝呢 那都是相当的不靠谱的 比如说这位万历皇帝连着二十多年不上朝不理政 宅在深宫里面逍遥快活 皇帝不管事啊 下面的大小官员呢自然也就是有样学样 大家一起混日子 把整个国家搞得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最后呢连万历皇帝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我得想想办法呀 好好杀杀这股邪气 也许是受到了戏文的启发吧 万历皇帝想到了赐上方宝剑这一招 据明史记载 万历二十年宁夏发生叛乱 万历皇帝先后赐给总督魏学增 巡抚叶梦雄上方宝剑 授权两人在前线可以专杀独断 便宜行事先斩后奏 谁不听话你就砍谁 不用先向朕请示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上方宝剑起了作用 叛乱的很快还真就被平定了 因为尝到了甜头 这之后万历皇帝一有战事 就给管事的人赐上方宝剑 不过明史里也说了 明朝的上方宝剑 只赐给战场上指挥打仗的人 仗一打完就收回 所以像影视剧里的眼泪 亲官们挤他出来 来断大案杀奸臣 那绝对不成功 而且上方宝剑 也不是对所有的人 都能够实行先斩后奏 按照明朝的规定 他只能杀总兵以下的官员 再大的官你还是不能随便杀 在以前节目里面 咱们说过袁冲焕杀毛文龙 袁冲焕当时是积辽都师 就有那个崇祯皇帝赐给他的上方宝剑 但是毛文龙呢 他的官职是皮刀总兵 一拼无将 上方宝剑对他不管用啊 并不能先斩后奏 所以后来崇祯皇帝杀元冲焕 最重要的一条罪名就是 他未经请示 善杀毛文龙 你违规了 好了 关于上方宝剑的那些事呢 说到这就差不多了 归根结底 他和民间传说里的那些 清天大佬也是一样的 多数都是文人虚构出来的 表达了封建时代老百姓 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 可惜啊 也仅仅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来说说 古装剧里边经常出现的 另外一件神器 什么神器呢 咱们先来看一段电影 多龙是钦差大臣 负责带着这把上方宝剑 沿途保护哀家 现在他要用这把 上斩昏军 下斩缠沉的上方宝剑 来对付王念你 就连挨家也没法子喽 对啊 你刚刚在这哪个我们的打我的 你要干什么你 说 是不是你打我的 不要乱来 是不是你打我的 干什么你 免死金牌在此 上方宝剑也不能斩 爹 您忘记有免死金牌了吗 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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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忘了有先天遇死的免死金牌了 诶诶 斩哪 你斩哪 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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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斩 有金牌在手上的 当然不能斩了 不过那 这件东西 它是历史真实的存在 还是古代文人的虚构呢 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 所谓的免死金牌 就像咱们在电影里看到的 一块皇帝赏赐的金光闪闪的大牌子 上面刻着免死两个字 你犯了再大的罪 只要一掏出这玩意儿 谁也杀不了你 这样的东西 那肯定是不存在的 翻遍所有的证实 压根就查不到免死金牌 这个词 不过有一样东西 历史上确实的确存在过 而它的功能 就跟这免死金牌差不多 什么东西啊 叫单书铁券 这个词估计很多观众 都不会陌生啊 比如说在水火传里边 梁山好汉小旋风柴晋家里 就供了一块单书铁券 你是什么人啊 周世宗的后人 柴皇城的侄子 称其单书铁券的柴晋 我柴家有太祖皇帝遇刺单书铁券 莫说一个小小的知府县令 就是当今圣上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哪轮得到你这次在这胡说八道 给我滚出去 按照水浒传里边说的 柴晋柴的官人 那是周世宗柴隆的后代 而大宋开国皇帝赵匡印 最早就是柴隆的手下 柴隆死后的第二年 赵匡印发动陈桥兵变 把江山从柴家 孤儿刮墓手里边夺了过来 这才有了宋朝 你说这事办的 多少有点忘恩负义的意思啊 为了减轻心里的负罪感 赵匡印登基之后 就给柴家后人 赐了丹书铁券 保证柴家 世代享受荣华富贵 那么柴家后人 就算是犯了死罪 也可以免受处罚 所以柴晋才敢说这么牛的话 当今圣上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当然了水浒传是小说 柴晋也只是虚构的人物 在正史里头 你找不到有关赵匡印 赐给柴家丹书铁券的任何记载 那么正史里头有没有提到过丹书铁券呢 有 不光提到过 而且次数还不少 据考证 最早给人发丹书铁券的皇帝 是这位 汉高祖刘邦 我们知道 刘邦自己本事不是很大 他能够从一个区区亭长 走上皇帝的宝座 开创汉朝天下 那全部靠有萧河 凡快要含信呢 这么一大帮兄弟替他卖命 得了天下之后 刘邦为了表明自己这个大哥 也是个讲究人 够意思 除了让兄弟们升官发财之外 还额外给他们一道承诺 只要你们继续好好干 我刘邦保证你们子孙的后代 也能够跟你们一样 勇享富贵荣华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我保证 我把本书写下来 用朱砂写在铁板上 铁板钉钉不会再变了 这就是单书铁券的由来 不过刘邦发的单书铁券 更像是一份荣誉证书 并没有让人免死或者说免罪的功能 直到南北朝时期 皇帝给人们发单书铁券 这才有了免死免罪的功能 而从隋代开始 给开国元勋立了大功的文官武将 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颁发单书铁券 就成为了一种惯例 只不过铁券上的字 不再是朱砂来写 那用什么呢 黄金 现在您看到的 就是一块货真价实的 唐代单书铁券 国家一级文物 国宝 整个铁券的形状 就像是一块弯曲的大瓦片 长29.8厘米 宽52厘米 厚2.14厘米 重132两 铁打的嘛 还挺沉 这个铁券上一共有333个字 这些字不是朱砂写的 而是先刻在铁板上 再用黄金填充而成 直到今天每个字都还金光闪闪 清晰可变 那么这块金书铁券 是哪个皇帝颁发的 又是赏给什么人的呢 铁券上写得很清楚 这是唐昭宗乾寧三年 也就是公元896年 唐昭宗李叶赐给彭承郡王乾硫的 所以后人又把他称为乾硫铁券 那这乾硫是什么人呢 他呀就是五代十国里吴越国的建立者 也算是一代帝王了 不过被赐这块铁券的时候 乾硫还只是一个将军 公元896年浙江军法董昌自立称帝 董昌的手下乾硫不但没有背叛朝廷 还起兵平定了董昌的叛乱 立下大功一件 为了表彰乾硫对大唐的忠心 皇帝不但升乾硫当了节度使 还特地刺他这块金书铁券 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 乾家人一直把铁券供在自己家里 直到1951年 乾家后人才把它捐献给了人民政府 几经辗转之后 最终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乾硫铁券上有这么一行字 清数九死 子孙免三死 或犯常刑 有私不得家责 就是说呀 唐昭宗当年给乾硫打了包票了 凭这块铁券 你本人呢 你就可以从此数猫了 你有九条命 可以免死九次 也就是说应该是有十条命 免死九次嘛 对不对 你的子孙可以免死三次 至于一般的罪过 那就不用管了 没事 这件文物 从实物角度 证明了史料上的说法 单书铁券或者说金书铁券 确实能够起到免罪 甚至是免死的作用 只不过 唐昭宗死后 没几年 大唐就亡国了 乾硫自己 倒是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帝王 用不着别人来免死了 那么如果唐朝不亡的话 这块保命神器 又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千年国宝 证实了免死金牌的存在 传说中的保命神器 又为何成了现实中的催命符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从南北朝开始 皇帝赏赐的单书铁券 或者说金书铁券 给了持有人免死免罪的特权 真正算得上是一块免死金牌了 那么它真有这么大作用吗 有专员家在这个研究之后发现 免死金牌不但不免死 很多时候他还招死 是一道催命符 谁有了他 谁家就没好果子吃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就拿单书铁券的发明人 汉高祖刘邦来说 汉朝建立八位功劳最大的开国元勋 韩信 先是齐王后是楚王 后来是桓殷侯 一降而再降 齐王韩信 赵王张尔 淮南王鹰部 梁王彭月 燕王赃徒 常沙王吴瑞 敏月王王珠 不但被封为了异性王 那时候每个人都还领到了一块单书铁券 可是结果呢 除了常沙王吴瑞 敏月王王珠 其他六个王爷 那都是直接或间接死在刘邦手里 有人会说呀 你刚刚说了刘邦发的单书铁券 并没有免罪免死的功能 所以这六个王爷的下场 并不能证明单书铁券不管用 对吧 好 那咱们就挑近一点的来说 明太祖朱元璋 跟刘邦一样 也是白手起家当的皇帝 有一大票兄弟给他卖过命嘛 事成了不用说 朱大哥也得让弟兄们一起勇享荣华富贵呀 为此 朱元璋还来了一次免死金牌的大批发 根据明史的记载 红武三年 朱元璋大封功臣 新封的六位公爵 二十八位侯爵 每人都领到了一块 单属铁券 为了显得正时而隆重 朱元璋还特地派人到浙江 借了咱们刚刚看到的那块 潜流铁券来打样子 他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个 带出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他就想把这个 前世的铁券拿来 看一下做这个样子 所以叫前世把这个铁券送到 都城以后 他就要向这个铁券做了一个模子 模子做好以后 就重新跟这个模子 现在至少铁券以后 是给其他有工的大成 你看 这是皇帝亲笔所收的单收铁券 按说有了朱元璋上的这块免死金牌 三十四位大明开国功臣 不敢说世代勇享荣华富贵 保住自己一条小命应该没问题吧 然而事实上 这些人多数连自己的命都没保住 就拿号称大明第一开国功臣的韩国公李善长来说吧 他领到的单书铁券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本人可免死两次 本人可免两死嘛 儿孙可免一死 可结果呢 李善长 最有意的 朕 因为被卷入了胡为雍案洪虎二十三年 已经七十多岁的李善长 还有全家老朽七十余口 被朱元掌碍了一个满门超战 刀斩斤 是 朕是皇上 是至高无上的皇上 朕只要一句话 那就可以免他们一死 但这句话朕就不能讲 山长 委屈了 你全家你弟弟全家和你外甥全家 都要跟你一同斩首 你呀 你一人当道集权升天 一人作孽 便人畜同灭 和李善长一起被杀的 还有吉安侯陆仲亨 延安侯唐盛宗等好几位开国功臣 而这些人的家里面 也都供着朱元掌刺的单数铁券 朱元掌这么干 就不怕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人家当初给功臣发单数铁券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留了后手了 单数铁券 谋逆不用 你要是敢谋反 单数铁券也救不了你 至于谁是不是真的谋反了 那还不是朱元掌一句话的事吗 这个有bug 留有后门是不是 对了 就算不冤枉你谋反 皇帝要你死办法也多的是 比如说 三十四位开国功臣之一 永家侯朱亮祖犯了杀人罪 被朱元掌逮到了京城 这位朱侯爷 那也是有单数铁券的 可以免两死啊 人家犯的是杀人罪 不是谋反罪吧 按说死不了吧 朱元掌倒是没有栽赃朱亮祖谋反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就打你几十鞭子吧 受点皮肉之苦长长记性 结果呢 鞭子还没打完呢 这朱亮祖啊 就给打死了 一命呜呼 朱亮祖被打死之后呢 朱元掌不但下诏后葬朱亮祖 还亲自写了一篇记文 说自己原本只想教训教训这位老兄弟的 谁知道行刑的锦衣卫下手没得轻重 哎呀居然把兄弟给打死了 我后悔啊 早知道兄弟身子骨这么弱的话 我就不动鞭子了 至于朱元璋到底真的是怎么想的 不用解释啊 大家都清楚 有人做过统计 领了老朱免死金牌的三十四位开国功臣 除了提前病死的 最后能善终的只有汤和 这一家 其他的人几乎是被朱元璋给团灭了 所以炎死金牌等于催命符这个说法 并不算太夸张 就像是郭德纲在相声里说到的那样 在封建社会千万别把君无戏言这句话当真 皇帝若想杀你 你有九条命啊 我有车厢十节 你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命 皇帝微微一笑 正判你一个罪该万死 你信不信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金领传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